掌者收股息 现在收了试了 5点46分 9月6号 下午 今天又发现了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做新闻、做财经新闻 做这类的东西 准确度是 我觉得比我年轻的时候 就差了一点 我收到一个推送 4点52分 阳光房地产基金有新闻 可喷分派收入 减少了一点 1.7% 但他说每基金单位 分派25港元 就是这样 上一期 上一期 是0.1多港元 我再去查一下 其实每个单位派 0.128 说完 就是12.8港元 不是8.5港元 如果 新闻 就常常说自由 我从来没听过 做新闻界的人 说新闻要准确 最重要是自由 最重要是快 做新闻 如果你看到 夜五港元 以为是 明天早上去买 因为增加了派跡 如果要查一下 就不是 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支 防托 都有 收益 增长了 半个百分比 都算不错 很多防托 收益少了 包括领展 他说 收益增加 就是因为平均租用率 租用率 租用率挺好 以及租金宽减 就没那么多 就是去年 第一笔就宽减 慢慢就 两年之内 摊消了 就是 少了 他的租金 有些是政府部门 例如 考评局 在他这个 阳光房地产 那些 物业里面 我4月的时候 说过一次 4月的时候 当然是好 指数也好 那时4月是3.8 现在只剩3.6 多 不过这份业绩 应该可以 是 没什么负面 我觉得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都可以增加了0.003 国港元的派息很少 即是 fraction of a sense 即是 一个仙的0.3 即是 加了少少 那 即是 没有 没有加到 但也没有减少 这只股是 和大肆同步 和大肆同步 这些是 中概股洗仓 这些 真是 今年真是坎坷 真是 去年还说 是4 4元 都有 即是 现在就 过了12个月 就去到3.6 我有个朋友就说 拿着这股收息 行不行 不要做那么多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这只股就拿着它收息 我又不加仓 我又不卖出去 即是 它经常都可以收息 这只股 没有什么好做 这只股 没有什么好做 这只股 你看到它 只有0.1 即是1毫子的幅度 那你做什么 有什么好做 就拿着乖乖的 拿着收息 就是换了它 不用换 这些这么恶劣的环境 也有 有 租金收入也不错 我拿着它 拿着它 好吗 我说回徐静在继的股 这只股 这只股 应该是我今年 倉里面有的股 其中有一些 好到我不信的表现 一宣布了业绩 就 升了几元 由7个多升到9个多 升了2元 明天就是徐静价 今天它也升了0.02 升了0.02% 那我就会拿着它 我就是拿着它 我不炒 其实我可以炒出去 我不知道它明天跌多少 但是我想想 我今早喝茶的时候 看电视 他们报告 太航空又说 不知道训练多少个本地机师 又不知道 增加多少人 那我就 看到他这样 看看下一期 这个 这个 郭太航空有没有贡献 现在一毫子贡献都没有 就算没有虧这么多也好 就是 都 都对这个太古股份有益 我又拿着它 我拿着它 我收息 这些 不搞的了 这些 起码有个憧憬 加就不好了 升了这么多 只要加我就不好了 那 1883 那我就不买到 2.71 买到 明天就是 见到个随证价格了 明天 升得三个仙 就是我买入价 升得三个仙 它整份利息是六个仙 所以都是空多吉少 都是跌回来 跌六个仙或以上 这只股 但是呢 就由于这个板块 就是吸引 板块吸引 还有我没有 我没有这只股 所以我又是拿着它 我先收下息 看看有没有钱多 就去买多些 这只股 都挺好的 起码比一年之前的价位高了 起码 很难得的 真的 这只也是其中之一 这只因为业绩 那只要上去 它又是 跑赢行指很多 这只也是 这只 好了 有人问我 我经常说炒除淨 已经炒了多少 出去的 逐一只说 1288 1288 这只叫做 农业银行 我去年 不是去年 就是刚刚 过了这个 是7月6日 那时候很多人 我有片讲这些 我就卖了 10万股出去 2.92 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慢慢补回它 就是 是够钱补够10万股的 或者我又不补那么多 就是想减持一些银行股 就补少一点 但是我确实有 有 补到的 就是先不先 我2.51 就买了3万股 在5号 就是昨天 买了3万股 就是慢慢 我都 就是我又不会讲假的 我说我分段去买 我真的分段去买 我真的想着 不要一注过买了 就是 先买3万股 理论上我要买3,3,4 就买了 或者 再分开一点 买 那股呢 就停在2.51 没有上没有下 是不是对了 那另外的中行 我又炒了多少出去了 3.11 就 出了8万股 那时候是 7月6日 又是随正之前 那样 那我就 好像这股股很遭我 我没买 现在去到2.7边 跌到2.69 就是2.69多 是很理想的价钱 那我就 看看 候着这些机会 我要买8万股 就是可能又是分段去买 那样 我就会 我很有纪律 那些奖借 那些钱 那些钱 就是要 mark 我这个奴业银行 炒除静的 这笔钱 就是 举例一下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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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股出去 每一股 交了税之后 是2毛 2毛 利息 那我收2万 收2万 利息 就是如果我这样做 慢慢买回去 我是收4万元 就是我释放了4万元左右的资金 就是 等同收息 收息是多些 但是要多些东西做的 是多些东西做的 有个网友说 他去 譬如那些银行股 他都有买 但我买了 在收1万元 虽然跌了 都很安全 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就是不用做那么多 我喜欢玩 就是我 我玩不等于 不等于 就是我建议人玩 就是我建议人 现在的事情 那么 那么 空险 就不要去 做可以休息一下 不过我就是 之前真的炒了出去 我有个 职责是 将它补回来 我已收息的 我就是 计算好数 这样 差额是怎么样 我知道的 我知道自己收了多少 我是 有钱抹开来做这件事 所以 我就是这样去做 有纪律这样去做 但是 你不是必须要投资的 现在很空险 不如休息一下 好过了 中银香港 哇 都挺快的 真的 我看完这个星期如何 慢慢做 我一点都不急 好了 今天说一只 跌到 真的 哇 跌到真的 这些叫 断崖式 这些叫 圆崖式 跌市 这叫 我有的 2638 港灯SS 我之前也有说过 为什么什么消息都没有 它可以 由 六月份 六月份 没有多久 三个月之前 就是七个八人钱 这样 几下就下来了 它又不是中电 它又没有澳洲 什么 账面损失 又没有大停电 什么消息都没有 有个网友说 长江基建会下跌 因为它英镑下跌 不断单纯 我就不担心 我最担心 就是那些 主要大股东 在后面谈些什么 或者 有折让 我买些股票给人 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 最怕是这些东西 如果只是一个汇率 我真的不怕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汇率 有时会转 我就不怕 这么单纯的因素 我就最怕 它背后 有没有什么在谈 我就不知道 看完这个 分时 就是今天 由开市 由六个三为三 就一直跌 落下跌 然后 跌到微微 好像有些小 我看来没有消息 我反正都卖出凌股基金 还有些金钱 我就买回 我自己本身的仓 也有的了 我就在这个 6.08 这个位置 那里 就买入了1万股 买入了10万股 这个是加仓性质 硬买 为什么 因为它跌很多 我就 买它 我不敢包,它明天会回升 我不敢包 它收到6.12 我当这些是竞价时段 头两分钟那些 都乘不到37,500 37,500 37,500 3.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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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在 踏正4点的时候 是6.1 就算了 起码有少少支持力 可能明天再跌也不行 但是也跌了这么多 你想想 这些叫断崖式 一点支持力都没有 垂直地跌下来 这些叫裂口 这些是裂口 还是能够補回 我就不知道 我最不喜欢 这个股的股权是怎样的呢 电能实业 占20-30% 接着第二个就是 国家电网占20% 国家电网加上电能实业 加上刚才是51% 如果李生想说我不要 表示忠诚 我给了香港 南瓜岛的电力 给国家电网玩 我随时可以一手签纸 那20%就过去 我切样些给你 我都想去其他地方 投资找多点钱 拿点钱走 我最怕这件事 希望不是 看完股东 股权又没有变动 是一只 贝莱德 就出了少少股 但是其他的 机构投资者 也有进回一些 我就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一只 有色派 又有生意做 的股 是可以 三个六个月之内跌成 这样的 跌得比中电 我对这些跌了的股 都是很细心地研究的 那我就 无限少少风险 我就买少少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 我就在这个位置加仓 不一定可以的 就是 我 我就觉得 跌幅 和走势 就相当 直插 看看 明天 未来 十日 八日 怎么样 今天讲到这里 那就是说回那句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任务 我就 因为之前炒了一些股 出去 要补回 我买了盈富基金 要补回一些收息股 我才做 如果不是 就不是必需投资的 朋友呢 就可以 休息一下 都可以的了 这一轮非常之空谦 今天讲到这里